沙漠蜻蜓的属性是地面加龙 利奥露莎和基格尔德都龙加地面 那叫沙漠蜻蜓一身地龙也是名正言顺吧 在2021年宝可梦日人气投票中 沙漠蜻蜓获得了22,048票 还在枫园地区的第二位 全地区的第十位 而利奥露莎只有1445票 基格尔德更是只有可怜的264票 沙漠蜻蜓以前还有一些非官方艺名 比如蜻蜓龙和莱伊飞龙 小时候看到莱伊飞龙的名字真的觉得超帅 沙漠蜻蜓也和天安鸟共同分裂为神秘宝可梦 这两都有绿色红色还挺搭 下面沙漠蜻蜓的种族值非常好记 除了物攻和速度是100 其他都是80 分配的比较中庸 它的退化超音波幼虫的种族值也非常好记 每项都减30就可以了 沙漠蜻蜓的努力值同样很独特 只有它是加一点攻击两点速度 它还有个很有名的梗叫飞天不怕打雷 挖洞不怕地震 使用飞翔这招时因为有地面系 所以不怕打雷 使用挖洞时由于有漂浮特性所以不怕地震 以前仅此一家 第五世代时土地云也能做到了 下面宝孔游戏设计师山僧剑 曾在宝石复刻的制作秘画中透露 沙漠蜻蜓原本在XY的时候准备制作Mega进化 但不幸的是他们无法拿出足够好的设计 所以Mega沙漠蜻蜓的设计稿就被扔进了垃圾桶 在第八世代前 沙漠蜓蜓家族的蛋群只有虫群 事实上他们都没有虫系 第八世代时终于增加了龙群 他们家族便有着唯一的蛋群 虫群加龙群 同时超音波幼虫和沙漠蜻蜓 也是龙系宝可梦中唯一属于虫群的 接着来看超音波幼虫 它地面加龙的属性来源于春庭 春庭常被人们称为沙之龙 它也是唯一一只进化得到龙系后 还能再进化一段的宝可梦 意思就是像刺龙王这种进化得到龙系就登顶了 它还能再进化一次 超音波幼虫还和男蝉蝉蝉蝉王共同分裂为震动宝可梦 共同点时都会超音波吧 再来看一下大鳄蚁 大鳄蚁这个艺名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它的原型蚁蚀并不是蚁类 甚至是以蚁类为蚀 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攻击力比进化型超音波幼虫要高 和沙漠蜻蜓持平 这可能是因为蚁蚀幼虫比它们的成年阶段更具攻击性和掠夺性 大鳄蚁也是它们家族唯一有隐藏特性的 那俩进化型都只有一个漂浮特性 大鳄蚁有怪力前沙学和强行三个特性 比那俩加起来还多 大鳄蚁是所有地面属性的宝可梦中速度最慢的 只有十点 但同时它是所有可以进化两次的宝可梦中物攻种族最高的 基格尔德完全形态708的种族和物攻种族也不过才100 这波就要以蚕虫之躯比肩神明 最后在设定上 大鳄蚁栖息在干燥的沙漠里 一整个星期不吃东西也能生存 天敌是黑眼恶 双音波幼虫的翅膀还在发育中无法做长距离飞行 其双音波的威力之强能让人类也感到剧烈头疼 所以待在一起的训练家有必要准备好耳塞 沙漠蜻蜓在它掀起的沙暴中会传出女性优美歌声的正翅声 因此它被称作沙漠精灵 凡是被这声音疑惑夺走心神的 最终会被卷入沙暴成为沙漠蜻蜓的食物 因此沙漠中不断有人遇难 它也会让流氓恶潜伏在沙暴里将周到的猎物一起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